女孩闭着眼睛,想象着十年后和喜欢的男孩一起生活。 月真,干嘛呢? 月真懵了一瞬,接着飞快地跑开,将克柔留在原地。 克柔很难过,她知道经过这一次,两人可能再也做不回朋友了。 晚上她一个人来到海边散心,却接到了张世豪的电话。 她邀请克柔来看自己的游泳比赛。 克柔没有说话,表情却越来越委屈。 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喜欢女孩子,又为什么莫名其妙踏入了这段三角恋爱。 晚上她回到家,摇摇晃晃地躺在了妈妈床上。 你又发神经了,落嘴来睡。 妈妈感受到了她的反常,问她是不是失恋。 她离开的时候,你是怎么活过来的? 你失恋了? 是每天来店员吃水饺的男生? 没关系,哪个人没失恋过吗? 到底是怎么活过来的吗? 我知道,我就这样活过来了。 不久就是张世豪比赛的日子,现场来了很多人,包括林月珍,但不管张世豪怎么张望,都没有看到克柔的身影。 此时的她还坐在教室里游泳,但不久后她也跑出了教室,朝着游泳馆快不跑去,只是感到试比赛还是结束了。 张世豪的成绩不太理想,但依旧在合照时挤出笑容。 她在放学的马路上堵克柔,抱怨她没有来,但随即又庆幸地说自己游得有点慢,幸好克柔没有来。 我不太理计了,夏天都快过完了,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做。 对啊,好像就只是跑来跑去,什么事都没有做。 话虽然这样说了,但张世豪小,总会留下一些什么吧? 留下一些什么就会变成什么样的大人? 她鼓足勇气,将那天没在电话中说出口的话告诉克柔,如果有一天她开始喜欢男生,希望她能第二告诉自己。 接着张世豪先行骑车离开了,和初见一样,她的花衬衫迎风飘舞,显得那么潇洒自已。 克柔笑着跟上去,与她前前后后的并行。 他们的青春,在此刻被永远迷记,五年后或者十年后再次想起,或许就会明白,原来我是这样成为了大人。 他真正正说明了, Monster教育,因为你很想像。 这根本是最后再说明了。 在彼眼看到了大人,你最后要知道,你不让我发现了大人。 这是真的有些什么样的。 他不是很 Volpe的。